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杀术环节当中 折戟沉沙已领先对手800的建筑完成度取得首胜 周六的比武环节当中 折戟沉沙帮开局就因为掉线少了一个人 最后击败人数中 他们落后了五个人 不过在剩余人数中 折戟沉沙比天龙会多了三个人 最终他们凭借着这三个人的优势赢下比赛 凭借着这一波二连胜 折戟沉沙已经提前夺得第15届帮派联赛的冠军 这也是他们在今年拿下的第三冠 一直以来 折戟沉沙帮派在比赛中的执行力就非常强 帮内玩家对于帮战的积极性也非常高 关键时刻 就算是扶战化身 也会以单人去拖住对面的三攻队伍 周六白天 帮内玩家鉴定出一把160专用神器 为了晚上的帮战 他在第一时间就打好了14段宝石 在第九届 第十二届 第十五届帮派联赛中夺得三连冠 折戟沉沙今年的帮战成绩确实是非常亮眼 接下来他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年度赛 投向了联赛霸主换成帮派 折戟沉沙帮派非常自信 对于这一次夺冠可谓是势在必得 他们在9月9日宁波聚会时 就喊出了折戟无周日 恭喜天龙会喜提亚军的口号 这个拥有超强凝聚力和执行力的折戟沉沙帮派 在今年的年度赛中能否挑战换成的霸主地位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